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到越南河內編的最後一集 回香港之前 我們約了兩個在河內定居的香港朋友見面催下水 見味夠鐘當然要去試下越南咖啡啦 這間咖啡館在河內佳之項文 最出名的是雞蛋咖啡 為何會想到咖啡加蛋呢? 原來創辦人以前是一間酒店的酒保 當時越南牛奶短缺 他們想到用蛋來代替 不試油自可 一試就發現好香好滑 所以1946年就在舊城區自己開店做老闆 咖啡的感覺就是 喝起來很creamy 好像在吃一個燉蛋的感覺 都幾甜 來河內旅行 無論你喜不喜歡咖啡 都不妨來朝聖打個咳 喝完杯蛋咖啡 是時候見下定居河內的香港朋友 這個是Gary 這個是阿楓 兩個都定情越南姑娘 選了河內來落地生根 立即離回河內Q&A 這些音樂 公司說這裡有改變 那麼有誰互助 然後就說沒關係 還要年輕再試試看吧 河内的机场公路刚起 我说好啊,不如做些机场户外广告 那时1994年1月1日 我现在租一个房屋,租1,600呎左右 我租7,000-8,000港币 请工人,香港菲律宾工人都要4-5,000元 在这边我可以请港币1,000-2,000元 好像我现在住的房屋 我们现在一层有80平方米 我有五层,五层总共是400平方米 那时我买的时候都是三十几元 越南的女士对我们的外国人很喜欢 很喜欢我们的外国人 以前我刚刚来的时候,鱼肉很少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很健康 现在二十多年后,鱼肉都多了很多 所以以前的越南,那些女士很瘦 现在就肥了一点 越南的女士会是比较传统一点 那你跟香港会有几大分别的 因为他们会家庭价格一点 我又不觉得很封闭 Facebook、YouTube 什么你都可以继续招商 就算是gay或者lesbian 其实这边我觉得是更多开放 如果对投资越南物业有兴趣 很多人都会问 究竟河内和胡志明市 哪个有多些优势呢 有国际房地产研究机构分析 胡志明市虽然是越南经济中心 但物业价值都已经升了不少 作为首都的河内,正是准备追落后 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优势 外国人在胡志明市 所以你会说 什么在 Hanoi 我们看到这种选择 因为我们没有那种草莓的 产品的产品 在 Hanoi现在 所以这带来到 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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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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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 产品 产品 所以做一种很好的食物 实际上 百般在香港开発的观点 有产品 很正式 她也分析 河内人对研投的疫情 比胡志明市居民更加强烈 加上年轻人口庞大的 分支家庭發足增加 都是投资者可以考虑 河内物业的因素 一年三集的河内专题就到此 想看更多最新的外地地產資訊?記得支持我們啦!